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边是2017年11月20号 这边的刚刚是走延期见到南村 曾经是一个海军眷村 因为眷村这个名词已经即将灰飞湮灭 那吉利晚回好像也 躺避挡车 但是我想 各位曾经当过兵的朋友们 大家都会有一个记忆 就是说你曾经当过什么军种 你会对那个军种有一些怀念 成为大良客不负姓名恩 不管他有没有恩 但是你对那个地方花了几年时间在那里 生活 你总会有一些怀念 比如说我现在戴这个八角帽 是新的 那事实上 这个 我朋友送给我很多这个 因为我的头 头围特别大 很难找到适当的军帽 这不是我的阶级 这只是人家送给我的 因为刚好有我这个头围的 非常难找 我的头非常大 OK我们从这个军帽 军品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到 我们从小在海军长大 出生长大 常常到码头去看军港去看那些船 所以我们从小 尤其我们读明德国小里面 明德国小的 那个校歌里面就有加入海军 这个熬游四海 就有这样的歌词 而且是要那个 要四海立汉金 那个当时写这个歌词的人 可能是大概只有四十岁吧 三四十岁吧 那现在早就已经 以列仙班 但是从小给我们 建立的一些观念 就是要乘风破浪 要冒险犯难 要同舟共济 这些话都像 耳提面命都磕到我们脑子里面 那如果说有一天 这个卷村海军卷村不在了 那我们对海军的缘分也就断了 Cut off 那我们从小 对于那个因为海军嘛 所以我们从小就会画什么 画军舰 另外一个随时要画什么东西的时候呢 都会想到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图腾 海毛 我曾经介绍 曾经讲过说有一些 那个我们海军子弟的名字 就叫海毛或者铁毛的 因为全世界的海事 跟海事有关 不管是商船还是军舰 全部都是这个 以这个作为一个图腾 海毛作为图腾 所以我们从小就会画 那这种 这是一个纪念品 在桌子上的 放在桌子上的 这边还有名牌 现在名牌掉了 脱落了 因为这个铜的 像这种 这种成十字型的这种 这种海毛 这是毛补用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分享它一下 它的那个造型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因为有感情吧 有特殊海事的感情 所以我对这些造型 我是特别喜欢 特别钟爱 那刚好有人愿意把它展品 借给我拍 我就把它录起来 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还不够 随处都可以看得到 包括这个 这个很有意思 连一个挂毛巾的毛巾架子 它都要用这个 头都要用这个 用海毛作为这个 海军的图腾 作为它的那个标志 挂毛巾的 不锈钢的架子 如果说我们小的时候 在这边的出生长大的人 小的时候如果做劳作的话 几乎都离不开 都离不开这个 这个海军的图腾 这个 海毛嘛 一个温度计 也要做海毛形状 然后有海毛 就会有这个链子 就是绑这个毛链 你看这个多有意思 送人 不管你是入 那个退伍还是什么 还是容调 各个单位都会送这个东西 或者是生日吧 像这个是举光 举光州吧 优胜 你看 就送这个东西 以前在整个上海街里面 到处都是这种军品店 现在因为 因为军队少了 人数少了之后 这个东西 已经慢慢稀有了 而且现在大概也不送这些东西了 那我们再看看 还有这种 这种大型的 这很重啊 这大概有一公斤吧 铜的 这个跟真的很像 跟真的大小差不多大 这可不是那个爬墙用的那个毛爪 这是海军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毛 只是这个缩小版的 这么小的毛 要能够拉的 只能够拉到一个 一个 这个独木舟吧 哈哈 这很有趣啊 这个造型看起来就是 就很舒服 这个情形就像说 你的审美观念 已经从小 已经被 已经被调整成 已经被调整成 这个 跟这个 跟海浪 海水 跟这个 跟船舰 几乎是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分开的一种感情 所以我们处处都会想的 而且随手都可以画 甚至于做劳作 我们随手都可以 刻的出来这些东西 的形状 有甚至 有的时候我们的那个 皮带 皮带扣环上面有一个 也会有海毛的出现 甚至于我这个朋友很有趣啊 他居然还收集到一个这个 铝座的 铝座的这个 这上面写的USN United States Navy 美国海军 这个图腾非常有趣 可以观赏一下 铸造的 铝的材料 那我 我今天特别有兴趣就是想说 因为 即将要逝去的一个 海军建村文化 那我想 这个浮光略影的 再让大家 这个重温一下 我们以前的 旧日时光 好 以上 吴忠诚跟各位分享 谢谢各位